他是上世纪当之无愧的香港黑帮教父和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生起名 在他面前 当时香港如日中天的陈慧敏和刘兰雄也只能乖乖认怂 他就是香港14K最出名的大佬 人称港圈地下皇帝的洪汉裔 洪汉裔当年手握十万小弟 每周收入数亿 每天有十个人为他数钱 巅峰时还曾控制过欧洲黑帮 在黑白两道横着走 可以说是全是滔天杀戮无数为所欲为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叱咤风云的地下皇帝竟然会在后来洗心革面 一有时间就去教堂起伏忏悔 跟从前判若两人 那么洪汉裔是如何掀起腥风血雨造就一带传奇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何在后来选择退隐江湖 从一位黑帮大佬变成一个向善的性教徒 洪汉裔能够成为在香港黑道属一属二的人物 也是有一定家庭原因的 1946年 洪汉裔出生在广东潮州 他的父亲是潮州有名的军阀 在当地很有威望 虽然洪富身为军阀 但他并非像电视剧里演的那般蛮横无礼和其他百姓 相反洪富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而且家教甚严 根据洪汉裔自述 父亲很重视家教 对孩子管教严厉 对家里的庸人要尊重 要成为他们某仪某书 父亲曾告诫孩子们 庸人也是人 他们没有你们的命好 所以才会来照顾你们 所以要尊重他们 除此之外 父亲也不准自己的子女们仗势欺人 让他们要知善恶明示理 洪汉裔的大哥 仗着父亲的身份 在家乡仗势欺人 做了不少坏事 洪富知道后非常生气 打算大义灭亲 要把大儿子抓起来严惩 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大儿子知道后 吓得连夜逃走 相比之下 洪汉裔就要听话懂事得多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将来会变成黑帮大佬 成为无恶不作的坏人 可惜因为家道中落 改变了洪汉裔的命运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各地军阀落败 洪汉裔家道中落 没落的洪家 经常遭到当地百姓的欺负 尤其是母亲 总是遭到无缘无故的谩骂和殴打 后来洪富举驾迁移 去到了香港谋求生路 曾经见过无数次 别人殴打母亲及家人的情景 让洪汉裔的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认为若是自己一辈子 都不会在香港混出头 所以他开始想要通过拳头 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后来更是选择辍学 加入香港黑道帮派 来到香港之后 洪汉裔念了两三年的书 就没有再念了 随着心态发生变化 他决定要加入当时最初位的黑帮组织14K 想要用另一种方式出人头地 保护家人 刚加入14K那会儿 洪汉裔只有145岁 虽然年纪小 但他却很勇敢 从不胆怯退缩 或许这就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吧 当时带洪汉裔的大哥 是一个外号叫大傻的14K元老 看外号就知道大傻这个大哥头脑并不灵光 属于有勇无谋型的 但洪汉裔就不同了 他有勇有谋 经常能给大傻哥出很多好主意 而且为人又仗义 所以很快就深得大傻的信任 由于能力出众聪明过人 勇气可嘉 大傻把帮了一些事情交给洪汉裔去打理 在洪汉裔的打理下 14K日益壮大 赚的钱越来越多 最后大傻心甘情愿 退位让贤 推举洪汉裔当了大哥 尽管成为了当时14K某地区的老大 但洪汉裔并没有知足 他深知要壮心帮派 必须要忍丁兴旺招揽帮众 于是洪汉裔开始笼络人才 经过一段时间的招贤纳事之后 他手底下的人慢慢扩展到了2000多人 混这行的自然是坏事做尽 洪汉裔那些年做过的坏事多不胜数 但因为势力庞大 权势滔天 一直处于畅通无阻 无人敢惹的状态 70年代的时候 洪汉裔做起了一些不正当生意 他手下经营了数家赌场 球场 贩毒等大型生意 而他的实力更是发展到了金三角欧洲这些地区 还与缅甸最大独销昆华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鼎盛的时候 洪汉裔甚至用财力控制欧洲黑帮 然后操纵足球比赛 通过这些不正当生意 洪汉裔每周收入数亿 经常有人从各地将赚到的钱运来给他 由于运来的钱太多了 洪汉裔每天都有至少十个人帮他数钱清点财物 香港黑帮电影里 有一些是真人传记电影 还有一些是根据真实的江湖故事改编的 例如博行里的吴熙豪 磊落传里的吕乐猪油仔 慈云山十三太保里的陈慎之猫仔 舞厅则是根据陈慧敏真实的生活经历改编的 而风头正冒的洪汉裔能做到与博豪平起平坐 就连14K的双花红棍陈慧敏 见了洪汉裔也要尊称一声大哥 可见其实力有多强大 1974年 港联出手 紧接着博豪被抓 吕乐狼狈而逃 只有洪汉裔不慌不忙 稳如泰山 什么事也没有 所有人都对他恭恭敬敬 还被称为是港圈地下皇帝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14K成员高达十几万人 洪汉裔可以说是手握十万小弟 只要他一声令下 就能掀起无数腥风血雨 风光无两 权力和金钱都有了 怎么可能没有女人 洪汉裔共娶了四个老婆 除了四位老婆之外 他身边还有八个固定的女友 女友们各个都是大明星大模特 不固定的红颜知己 更是多不胜数 可以说 男人最想要的三样东西 他全都有了 1980年 洪汉裔身边有一些亲戚涉毒 导致家破人亡 他开始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 内心颇受谴责 加上当时警察对毒品的打击力度 不断加大 所以他放弃了贩毒生意 转而开办了香港最大的舞厅 取名348 Disco 舞厅开业的时候 香港有脸的人物全都来了 就连成龙大哥也亲自到场祝贺 这种生意所产生的利润 比贩毒还高 成本一块钱的啤酒卖20多块 足有20倍的利润 还是合法生意 洪汉裔的财富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俗话说树大招风 洪汉裔风头如此旺盛 也招到了一些人的不满 1984年 洪汉裔在死对头的算计之下 被判入狱13年 本以为洪汉裔会在出狱后 找算计他的人报仇 重振雄风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 入狱后的洪汉裔仿佛变了一个人 他没有了昔日的嚣张跋扈 身上的戾气也减轻了很多 甚至在出狱后 他放弃了报仇 也放弃了以前的生意 真正的放弃了那些名利 还兴起了基督教 一有时间就会去教堂 忏悔自己当初的罪行 至于为什么洗心革面 洪汉裔说是因为在里面的日子 让他清醒了很多 也明白了很多事情 自己成功的代价 是无数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我非常后悔走上黑社会的道路 我以前的生活非常富裕 拥有男人最渴望拥有的三样东西 女人权利地位 但我害最多人也是那个时候 突然醒悟自己害了很多人 年轻时麻木不仁 年纪大了才起恻隐之心 据说因为过于愧疚 承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洪汉裔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到了晚年时期 他更是被自己内心的恐惧包围 必须每天拿着圣经拜读祈祷 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稍微熟睡 1998年洪汉裔已经出来了有一段时间 为了赎罪 他给被毒品迫害的家庭送钱 还专门开了一家公司 专门招收刑期五年以上的出狱人员 除此之外 洪汉裔每天修身养性 还加入了基督教 经常去各地宣传教会 看上去他已经和善了很多 也改变了很多 也是在这一年 刘兰雄在香港风头正茂 和众多港圈美人都关系匪浅 还收获了女星狙击手的称号 据说刘兰雄在戏九龙开发楼盘时 与当地的地头蛇产生了矛盾 双方争执过程中 刘兰雄的手下的楼盘经理 还殴打了对方 结果没想到 那名地头蛇竟是14K大佬 胡逊勇的联金 这个胡逊勇可不是张伯芝的父亲 虽说外号一样 但人家是当时真正的14K大佬 胡逊勇得知自己的联金受欺负 便直接带手下的兄弟 占领了刘兰雄的楼盘 还将施工队赶跑 封停了六个铺面 这一系列操作 直接导致刘兰雄损失了两个亿 刘兰雄慌忙之下 硬着头皮打电话 给了已经退隐江湖 且洗心革面的洪汉逸 希望他能出手帮忙调停 虽说洪汉逸已经不做大哥好多年 但一心向善的他 还是希望能帮双方调解矛盾 化干戈为玉帛 于是洪汉逸亲自出面 想让胡须勇跟刘兰雄握手言和 谁知胡须勇根本不把洪汉逸放在眼里 其实也是 洪汉逸已经退隐多年 江湖备有财人出 他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 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个 风头无两的黑帮大哥了 最后还是早已隐退的 第二任龙头葛志雄出面叫停 两人才艳齐息鼓 以罪名恩仇 2018年 70岁的洪汉逸因癌症去世 他的江湖传奇就此落幕 不过道山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前有杜月生 后有洪汉逸 尽管有人将他与上海滩大亨杜月生相提并论 但这绝不是一个好名声 去世前 洪汉逸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后悔 他走之前说了这么一段话 全世界的黑社会成员 大多来自贫穷和暴力的家庭 进教会进不去 只能进黑社会 黑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年轻人不要进黑社会 进黑社会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再给洪汉逸一个选择的机会 也许他会选择当一个好人 可惜没有如果 好在后半辈子 他也算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是什么 对自己的后最后 是什么